大家好,我是Kyoko 抱歉 不過在這個繁忙的八月 也在我偷懶之下 沒什麼上載的八月 我的第二人數終於都破了 200了 謝謝大家的支持 雖然200 對比其他YouTuber還很少 但是我又沒有什麼 宣傳過我自己 也沒有什麼 介紹給我的朋友 另外也不是特別美女 所以有這個 200個定人數 我也很感動 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 我會努力拍多些不同的片 給大家看的 今個禮拜我們要說什麼 我們會說香港片 今次我們就說女生最喜歡吃的 甜品 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 Kurumi Shiluko Kurumi Shiluko 大家知道是什麼來的嗎 沒錯就是這個 然後我個人就比較喜歡吃 芝麻糊的 雖然吃完之後 嘴巴就會黑了 牙也會黑了 但是我覺得芝麻糊是最好吃的 芝麻糊的日文是 GOMA SHILUKO GOMA SHILUKO 然後有很多女生都很喜歡吃 覺得吃完之後皮膚會變漂亮了 又或者年輕一點 補血一點 不知道營養很豐富的 就是 沒錯這個 豆腐 豆腐的甜品是有什麼呢 當然是這個豆腐花 豆腐花的日文是 豆腐露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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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可以叫做 豆腐露不臨 其實就好像豆腐花 就讀快點變成 豆腐露不臨 這樣的感覺 其實在日文裡 很多甜品 也可以加這個布丁 布丁在尾 然後就變成 譬如燉蛋或者布丁壯 那些是不是叫布丁壯 震腾腾的那些物體 其實都可以叫布丁的 所以像剛才豆腐花 你可以加後面拖腐 或者現在這個牛奶燉蛋的話 牛奶燉奶 燉牛奶 應該叫做燉鮮奶的話 就是這個 叫牛奶布丁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吃芒果布丁的話 在前面加芒果 然後加布丁在字尾 就是 芒果布丁 或者如果你喜歡吃芒果 芒果班戟的話 就叫做 芒果班戟 除了布丁之後 有些也是震腾腾的質地 不知道大家知道我說什麼 嗯 就是這個啫喱 啫喱的日文 也可以說的 就是這個 啫喱 啫喱 譬如大家 如果你喜歡吃龜玲糕的話 龜玲糕可以喝醋 燒熱氣 那你就加龜在前面 然後加這個啫喱 在後面就可以了 所以龜玲糕的日文是 KAMEJELLY KAMEJELLY 好 最後再介紹一個 就是近年 那些女生很喜歡 女生的文革 說得好 因為那些女生都很喜歡 下午的時候 去酒店hi tea 吃一個afternoon tea 那afternoon tea 的日文就是 afternoon tea afternoon tea 沒錯 如果你聽得到 如果你不懂得說日文的話 其實你讀慢一點 讀什麼一點 然後就說 afternoon tea 其實也挺像 下午茶的日文 好 以上呢 就說了 那麼多先 我們的甜品篇 就介紹以上 這幾種 在當中 我最喜歡吃的 就是芒果布丁 還有芒果班戟 還有這個 芝麻糊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 令我都很喜歡 去這個afternoon tea 不過 經常去酒店hi tea 就很貴了 所以 偶爾有一支日 的時候才會去的 如果大家 覺得有什麼 好好吃的afternoon tea 記得要介紹給我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因為我接下來都想去試一下 不過不要找些太貴的 要不然就 好 以上 不講那麼多了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明天的會話片 我們再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另外可以看我的IG 去找這個單字卡 還有留意最新日本資訊 在這個facebook的page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再見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click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再見 拜拜